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方面 美国首季就业成本加快上升 反映通膨压力升温 或令联储举推辞降息 另外 4月消费者信心跌自于一连半以来最低 美股三大指数星期二跌于1%至2% 4月收官三大指数借数5个月升势 到此累计跌5% 创与于一连半以来最大跌幅 纳子和标普500指数分别跌4.4%及4.2% 同样创7个半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 估计恒生指数将考验能否站稳250天线之上 该线目前处于17700水平 今天介绍的股票是建涛基层板 股票代号1888 建涛基层板拥有完善的垂直整合产业链 加上不断的技术改良 以及出色的成本控制提升市场竞争力 同时集团积极开脱新客户 极权力推动终端客户认证 目前拥有更加庞大及多元化业务的客户网络 集团在产品组合优化方面取得理想进展 用于便携丝设备的搏板 符合高环保标准的无芡无鲁素肤铜面板 拥有广泛环境吸引度的耐软肤铜面板 以及低选号高传输速度的高频高速肤铜面板等 高端高附加值产品销售数量持续增加 不同面板市场经历了近两年的下行 印刷线路板PCB以及终端客户都在消耗库存 基本已见底 租口订单逐渐回升 新能源汽车及其周边产品 例如充电春等需求正呈现迅速增长 光伏等清洁能源普及 以及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 预期将初始肤铜面板市场回软 集团用于AI算力的相关低界电常数 低热膨胀系数产品均以完成产品开发 过产材料比例高 目前正在与客户进行全面测试 配合集团PCB和行业需求 正积极推向市场 另外 市场下行期间 原材料价格不断下跌 为集团的库存价格造成巨大压力 随着铜价显著回升 加上肤铜面板所有原材料 库存价格基本已降至极低点 有助提升2024年的毛利率 集团肤铜面板产品计量稳定 交期准时 获得越来越多客户的青睐 活跃客户数目不断攀升 为满足客户需求 集团将于2024年与泰国 增加肤铜面板产能每月40万张 建议买入价6.6元 目标7.5元 只选位6.2元 个人没有持有上述股票 接下来是研究不得每日外国实况 内地A股方面 五一长假期前夕 内地股时在4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收低 上证指数最多升10点或0.33% 高见3123点后 法力在上 大势转跌 已接近全日低位收市 收报3104点 跌8点或0.26% 成交4738.03亿元人民币 深程指低开低走 尾段跌是显著 已接近全日低位收市 收报9587点 跌86点或0.9% 成交5568.46亿元 两市成交合计 连续第三日超过万亿元 总结4月 互值累计涨2.09% 深程指累升1.98% 日经方面 隔夜美股急跌于500点 亚太区股市今日跟随下滑 日本股市结束两年升 日经平均指数收报38274点 跌131点或0.34% 度质方面 美国联储局一息后继续按兵不动 暗示短期内没有减息计划 同时放慢量化紧缩QT规模 消息对美股影响轻微 其后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称 当局下一次行动不可能是加息 刺激倒指短暂增标533点 盘中高见38349点 但高位预估压 收市仅升87点或0.23% 报37903点 标指收市到跌0.34% 报5018点 一息后增攀升1.2% 以科技股为主的那指收市转错 0.33% 报15605点 一息后最多一度抽高1.71% 美元方面 美国联储局一息后释放的言论 被视为维持各派 美元汇价周三下滑 美汇指数最多跌0.65% 至105.53% 日内一度高见106.49% 14月16日以来最高位 欧罗升0.5% 至1.0718美元 日元反复最多升3.02% 报153.03对美美元 英镑升0.34% 至1.2532美元 石油方面 美国原油库存数字意外上升 加上憧憬 以色列与哈马斯可能达成停火协议 国际油价周三下滑超过3% 创下七周新低 纽约期油售市跌2.93美元或3.58% 美桶报79美元 黄金方面 金价反弹 由于美元及美债资息率在联储局一息后下跌 纽约期间收报每盎司2311美元 升8.1美元 升幅约0.4%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开始起跑线 再见